当心 旅人 最近可不是观光的好时候 最近出什么事了吗 总部接到多起目击报告 有一些本不该出现的遗迹守卫 晃荡在本不该出现的地区 教头派人追查这些古代机器的来源 发现似乎是从一处遗迹里突然冒出来的 是谁把他们吵醒了吗 不清楚 我们获知的情报太少 况且那遗迹阴森森的 里面不时还会传出喀啦喀啦的响声 在总部的批准下达之前 我们是不被允许进入探索的 总之 目前最好的策略就只有加强巡逻 避免一般民众受到波及了 嗯 普通人撞上遗迹守卫的话 可就危险了 呃 你的心意我十分感谢 可是 万一让你因此陷入危险 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他可是很能打的 你放心啦 这样啊 既然如此 我之前在山坡上见到了一些遗迹守卫的脚印 但后来光顾着警告附近的路人 还没来得及开展调查 嗯 要从这条线索开始调查吗 交给我们吧 千言牢固 重账不移 向你致敬 旅行者 等我这边巡逻完 会再来与你们会合的 我也马上就出发继续巡逻了 稍后我们再会合 哇 好大的脚印 这就是刚才那个人说的线索吧 这边也有脚印哎 看来 附近确实有一记守卫在活跃的样子 脚印延伸到了这里 哎 我好像看到了一只遗迹守卫了 在那边 起 哼 起 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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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死 消失 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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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掉了 我们继续在附近转转吧 说不定还有其他一记守卫在 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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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emed to be very intentional 呦 呦 是个装扮奇怪的小朋友 ulated 我还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看呦 哈哈 呦 deb 是我哥哥告诉我的 我哥哥是最厉害的玩具销售员 专门买这种玩具的 他现在在黎月的玩具研究所工作 独眼小宝就是在那里出生的 姐姐你应该也很喜欢玩具吧 你身边飘着的这支是最新款吗 居然还会说话 喂 我怎么又成了新的奇怪东西 辛苦你们了 有什么头绪吗 这个外国的小朋友是 是刚刚我们偶然遇到的 这可不行 小朋友 这一带有杀人机器在游荡着 很危险的 杀人机器 说是说像这个样子的吗 是的 没错 包括这支也是一样 万一忽然动起来可就糟了 才不是什么杀人机器 独眼小宝是正义的伙伴 不许你这么说 独 独眼什么 姐姐 这个叔叔在说独眼小宝的坏话 所以他肯定是坏人 我们千万不要理他 小朋友 我只是出于好心 真没办法 我一向不擅长应付小孩 你快继续忙你的事情吧 我们会保证他的安全的 好吧 也只能这样了 那我继续在附近巡逻 请你们把小朋友带到安全的地方去吧 这里还是太危险了 独眼小宝又吓跑了坏蛋 我是托克 托克是从遥远的智东国来黎月找哥哥的 可是托克一个人不知道哥哥在哪里 居然是智东过来的呀 对了 这种时候的话 这个 给 什么东西 沉点点的 这是 这些是我哥哥让我带在身上的 我哥哥说了 把这些交给好人 好人就会对托克好 好 好像很有道理 能从智东来黎月 难道就是靠这个吗 看来托克是个大户人家的孩子呀 原来卖玩具是这么赚钱的生意吗 真的吗 谢谢好人姐姐 那么 和托克拉钩吧 拉钩 拉钩 不许变 变了 丢它去冰川 冰川冷 血缘寒 撒谎的舌头 全动赖 真是残酷的很有智东国特色的童谣呢 既然如此 只好当一段时间保姆了呀 可是 要到哪里去找他的哥哥呢 好主意 到那边去问问看吧 要出发了吗 托克终于又要见到哥哥了 这样不合适吧 指心官大人 您怎么能 偶尔一次嘛 没关系没关系 这个人怎么也在这儿 哥哥 哥哥哥哥哥 这个声音是 托克 天哪 是托克 这是你给我准备的惊喜吗 托克 我还以为要等我回了志东才能见到你 你的东尼亚姐姐还有安东哥哥 他们怎么样 过得好不好 他们都可想你了 东尼亚姐姐每天晚饭前都在祷告 祈求哥哥的平安 等等 不对 托克 你是怎么来立月的 我怎么没接到任何消息 这个 我见到一艘像是卖玩具的船 还以为哥哥在上面 下了船以后 我走啊走 然后就见到了独眼小宝 独眼小宝赶走了一个坏蛋 再然后 我就跟着好人姐姐过来了 那看来托克的钱 我们收的心安理得呢 这太危险了 托克 见到你 我的确很开心 但是答应哥哥 以后不许做这样冒险的事情了 嗯 托克知道了 哥哥 请你不要生我的气 哥哥没有生气 我只是在担心你 如果不是遇上了这两位 托克的处境可能就危险了 有好好道谢过了吗 嗯 托克可动礼貌了 终于注意到我们了吗 公子哥哥 真是不好意思 与家人的交流 无论何时都是该放在第一位的 还请你们谅解 还有 虽然之前我们有过一些对立的经历 不过 抛开那些立场上的问题 我们不是相处得挺愉快的吗 关于那件事 我们都不过是棋子而已 至于棋局的胜负和收拾棋盘的工作 就交给那些对立的人吧 而我真正在乎的只有我们之间 那一战的胜负而已 怎么 你还想再输一次吗 哼 我可是每一秒都在变强的打打利亚 下次请做好苦战的准备 喂喂 你们现在就要打吗 哈哈 这次就算了 打架会教坏小孩子的 打架 哥哥和好人姐姐关系不好吗 没有没有 怎么会呢 容我正式感谢你护送我的弟弟 他的安危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 话说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啊 托克说 哥哥是玩具销售员是怎么回事 你不是愚人众的执行 啊 你说那个 嘘 因为小孩子眼里 卖玩具是最让人羡慕的工作吧 而且 我不想让家人接触到愚人众的 或者说智东国的阴暗面 虽说年长一些的弟弟妹们们 都已经知道我在为女皇陛下效力了 但在最小的弟弟眼里 我依旧是智东最出色的外派玩具销售员 暂时隶属于黎月分部的玩具研究所 就是 就是 我哥哥超厉害的 是独眼小宝的好伙伴 这件事请一定在托克面前配合我 拜托 拜托 哦 对了 叶卡锦琳娜小姐 收钱的事我现在就准备动身了 这是件事不妙要开溜了吗 可是 我们刚才就在说 麻烦公子大人处理债务 这实在有心 愿赌服输嘛 既然打赌输给那位债务处理人 就顺便活动一下筋骨好了 哥哥要去卖玩具了吗 没错 虽然哥哥也很想陪陪托克 可毕竟工作在身 不如还是让带你来的姐姐陪你吧 还要我们做保姆吗 嗯 托克喜欢和好人姐姐一起 而且我们拉过勾了 约好要照顾托克的 嗯 托克喜欢和你在一起 而且你们拉过勾了 约好要照顾托克的 有劳了 这些钱交给你们 就当是活动资金 请带托克再离岳随便转转吧 如果遇上什么万不得已的情况 就来清虚浦附近的河边找我 回见 欢迎来到北国银行 看来要和公子的弟弟相处一段时间了呢 我们先去哪里玩啊 去哪儿去哪儿 要不 先去玩具摊转转 那些带翅膀的 灰灰绿绿的东西是 是风筝 黎月的小孩子喜欢的玩具 真是少见的小客人 看装束是智东国来的吗 哈哈 没错 这个叫风筝的东西怎么玩啊 婆婆 有风的时候牵着线 就能让它飞到天上了 可以飞得很高很高 啊 这么神奇 那么请问有没有 独眼小宝样式的风筝呀 独眼小宝是 我想把独眼小宝放飞到天上 让更多的小伙伴认识它 啊 如果要定制的话也可以 不过需要图纸 这张我自己画的独眼小宝可以吗 我一直待在身上呢 这个的话 勉强可以做吧 不过定制的收费是很贵的 还请你们做好心理准备 没关系 我们有公子给的活动资金 所以无所谓 呃 等一下 话虽这么说 但乱花钱总归不是好事 啊 就是 那个 虽说是活动资金 但如果剩下的话 是不是 不是 总归还是要好好谈谈价格 什么 你会不要试图 关系 你会挑剔的 那是 好 那是 我你会想购乱 你的大念 好 我会有点 你会在哪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如到外名堂去吧 难得来离岳一次 不享受美食的话 脱壳就太可怜了 欢迎 是三位吗 这家餐馆好像有股很呛很呛的味道 很呛的味道 你说的是我们外名堂最引以为傲的香辣配料的味道吧 辣 可是脱壳吃不了辣 那可真是太遗憾了 不吃辣的人 人生可少了一多半乐趣 那么严重吗 而且脱壳的菜里都要放好多好多糖 油也要用特级出炸的植物油 可真是位大少爷 看来万民堂的菜应该不合脱壳的口味 我们还是换个地方吧 就这些要求是吧 还有别的吗 咦 毛师傅的意思是 万民堂之所以叫万民堂 就是为了做出和所有人口味的菜 连这点口味要求都满足不了的话 我毛师傅也没什么颜面混集料理界了 感受到一股大厨的执着 那就麻烦毛师傅了 我们还是在这里吃吧 我没问题 不过先说好一件事 特殊定制口味的一桌菜 价格要比一般的高些 当然 价格也不会高到 琉璃亭或者新月轩那种漫天要价的程度 最近是流行数前定制吗 不过价格的话 那个 嘿嘿 还是希望可以商量商量 哎 真是服了你们 就这个价格吧 再蒸下去 可别倒了其他客人的胃口 好哎 谢谢毛师傅 各位可以先找位置做 饭菜很快出锅 有点太甜了 好腻 托克觉得正合适 味道和东尼亚姐姐做的简直一模一样 可是 我们不是带托克来品尝黎月特色料理的吗 怎么觉得哪里不对 对 算了 不管了 托克下一站想去哪里 码头 托克来的时候光顾着找我哥哥 还没有好好看过黎月的码头 嗯 黎月港的话 繁华的码头确实很有特色呢 哇 这里真的好大 还好热闹 这边的海浪一直都是这样吗 从来不会结冰吗 嗯 以黎月的气候来讲 港口沿岸应该没有结冰的时候 虽说我一直只做旅行者的专属向导 但机会难得 我也来给托克讲解一下吧 这里是黎月的商贸枢纽 在定下以贸易发展黎月的战略后 成为了七国最大的商港 除了商船以外 还有许多渔船和工业运输船 亭抗码头 嗯 补充 鱼须和生活物资 嗯 多亏了 港口巨大的吞吐量 嗯 嗯 其实我也背不下来这么多了 就用我自己的话来说吧 嗯 这个港口就像全体瓦特最大的嘴巴 各个国家的各种各样的大船 都会进到这张嘴巴里 然后港口就开始品尝这些船只和货物 最后 黎月港拍拍吃饱的肚子 发现已经被摩拉装满了 哎 那边的大铁钩是什么 我要去看看 喂 托克 不要乱跑呀 嗯 果然还是没有在听嘛 好大的铁钩啊 走近了看 竟然更大了 这个叫船锚 是靠岸的船为了防止被风浪吹跑 用来固定位置的 啊 船锚 嗯 托克记住了 但托克可能还是会把他和勾勾船长弄混 勾勾船长 奇怪的名字又出现了 每次过生日 哥哥都会送我一个超大的玩具 勾勾船长 黑钢捷克 铁块托尼 他们现在都摆在托克的后院里 嗯 没错 所以不能一直待在身边 感觉好可惜 没想到治东国会为了执行官的私心 这样滥用工业资源 不过 这么一说 托克会把一技守卫当成玩具 也就不那么奇怪了吧 但托克最喜欢的还是独野小宝 这次除了找哥哥之外 最想做的就是和独野小宝一起玩 哎 那边好像在卖鱼 我要去看看 喂 不要乱跑 这里是卖鱼的吗 黎月这边的鱼 原来长得是这个样子的呀 好小 你说谁的鱼小 小小年纪不学点好的 学着人家来踢场子 他就是看看 不要跟小孩子认真呀 不过托克 这里鱼的个头好像已经很大了 那你以前见过的鱼 究竟是什么样的 呃 大概有 两百跟你这么大 我家那边的传说有提到过的 那是一种非常好吃的鱼 后来哥哥听我说完 就出海帮我捕鱼去了 几天以后 哥哥把那条大鱼 扛在肩上带了回来 我和安东哥哥都非常开心 那 真的是鱼吗 我怎么觉得是明海巨兽之类的怪物 哎 大姐姐 我们再去那边看看船吧 你怎么了 托克 是玩累了吗 为什么感觉不太开心呢 我想哥哥了 可是你们不是刚分开没多久吗 之前和我哥哥见面的时间太短 不算不算 带我去找哥哥嘛 我在这里玩够了 耐心总是不够呢 嗯 不过我们已经陪托克玩了很久了吧 也算是尽我们的全力了 公子之前说自己会在清虚谱附近的河边的 那我们去找他吧 太棒了 出发出发 找到了 公子在那边 在跟他说话的是盗宝团 你们应该知道我的来意吧 口气不小 居然还要我们猜 如果是想入伙的话我就明说了 你这种花花公子模样的人可绝不会受欢迎的 哼 想象力倒是不错 以枝东女皇陛下的名义 原谅你们这些乡野之辈没什么见识 现在 恭听我的名号 哥哥 哥哥是在向他们推销玩具吗 好厉害 我早就想看哥哥工作的样子 我的名号 是 枝东国最棒的玩具销售员 好酷 我怎么觉得我们盗宝团被瞧不起了 所以你们买不买 是东国三个月前出产的玩具 价格是 六十万摩拉 一次姓父亲 这 什么玩具 都 多少钱 你是想用这笔钱制着脑子吗 看 果然玩具销售员在的地方 都能给大家带去快乐 我再讲一遍 至东玩具 三个月前 六十万摩拉 一次姓父亲 哈哈哈哈 这位 吹肖员 同样的笑话 讲两次可就不好笑了 还是说 压根就是来找揍的呢 不如这样吧 我加入你们的盗宝团 然后看在我们是同伙的面子上 你们愿不愿意付钱呢 哟 怎么还越说越离谱了 盗宝团是你想来就能来的吗 你先看看你自己配不配 哼 那就请几位前辈 给我个机会证明一下自己 在寻宝方面 我还是自认为有几分天赋的 哼 我看你今天是不撞南墙不回头了 好吧好吧 让我看看你有多少金粮 实话说 我们在这扎营 就是因为在附近发现了一处藏宝地 但那宝箱很难到手 这两天我们一直在琢磨办法 你要是有本事 就当着我们的面把宝贝拿了 当然 拿到的话 宝贝要归我们 你可别想着要跑 哈哈哈哈 别开玩笑了 咱们几个都搞不定 你真以为他能拿得到 这相当于入团测试吗 有意思 已经好久没体验过被别人考核的感觉了 宝贝就在对面的山崖上 我们就在这儿准备看你的好戏 没问题 你们可一定要盯紧了 别眨眼啊 不 presents 哈哈哈 里面的灵魂 富佛 富佛 日级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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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好事 托客以后也想当玩具销售员 我也能去听听吗 这个嘛 托客还太小 很多事情都听不懂 很无聊的 不如还是让旅行者姐姐 带你玩好不好 拜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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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让你打白宫的 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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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先走了啊 托客 除了托客以外 也还有很多人急着见到哥哥呢 回头再见吧 明明明乱润 都过了 可又不得不 打 是呀 都是他非要自称玩具销售员的关系 说什么不想家人接触到 阴暗面 居然不惜做到这一步 嗯 至少在离岳的这段时间 我们还是配合他一下吧 话说回来 托克呢 我们光顾着聊天 托克到哪里去了 很有可能 托克刚才说也想去听公子讲话的 总而言之 我们也先去公子那边看看吧 是好好的 从无的世界 wohl有这等瑰宝 ول时候这张是非常感Build的 丞死 我们以・心混合 即使让人《以都不及?》 好 现身吧 奥兹 托克 你果然在这儿 嘘 小声一点 我哥哥在讲话呢 从今天起 你们将开始践行对女皇陛下的誓言 不惜一切为智东带来胜利 向极北的寒朝般席犬 向智东宫千年不容的悟松般 将极寒渗透敌人的骨髓 女皇陛下期待着你们的忠诚 冷酷与谨慎周密 因为我们面临的挑战是严酷的 我们的那些敌人 比如 比如风筝 波浪谷 在黎月这片市场上 都将成为独眼小宝的有力竞争对手 风筝确实也很好玩 正所谓战场如商场 我只是打个比方 所以 我作为你们在黎月的 营销官 我要求你们优先服从我的命令 不遵命令等于背叛 而背叛的代价则是会被开除出 呃 开除出黎月的玩具研究所 哇 好严格 被玩具研究所开除的话 一定会很伤心吧 看来想要两边坚固是不太可能了 还不如 算了 不如直接来一场实战训练吧 实战训练 毕竟 呃 强奸的体魄才是销量的保证 喂 刚才 执行官大人说要实战训练 难道说 是执行官大人亲自和我们过招吗 这 这是何等的荣耀 难以支线 像我们这样的新兵真的够资格吗 怎么 有意义吗 呃 没有 气势不错 你们 一起上吧 冰冻 酥醉 你断醉之名 你断真我 弃生 弃生 群醉狂蓝 他们就已经把湖增加了 我 好棒 你成交机 但是我还不敢 有意义 影尸 它是怎么顺着的 你不是 你让我练成的 忍真点儿 这可是看你痛的 打起精神来哟 只好稍微认真一点了 哼 冰鬼神 雪三飞 巴巴拉冲呀 制裁 别想跑 冰鬼神速 冰鬼神速 纷尔加油 拿下了 熬得掉吗 是你呢 这下我之前想说的东西 你们都懂了吗 懂了 你们的水平 到了差不多能让我彻底舒展巾骨的程度 换句话说 作为新兵 你们都非常不错 十分感谢 知青官大人 好了 愿你们都能赢得荣耀 为了智东 为了女皇陛下 也为了你们自己 解散 哥哥 哥哥真是太厉害了 托克 你居然也来了 我还以为旅行者他们 带着你去旺书客栈玩了呢 哇 拙劣的演技 我早说过 我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变强的机会 你所见的早已不是当初的我 你想说的是 我没有使用魔王武装吗 他会给身体带来巨大的负荷 只有重要时刻 才值得冒险 在黄金屋那次发动之后 留下的伤还没全好呢 更何况 我又不是女士那种人 对新兵用杀手锏之类的事 我还是做不出的 魔王武装 难道比毒眼小宝还要强吗 好像这样说也没什么问题 托克也想学战斗的本领 就像哥哥你那样威风 战斗可不是为了逞威风啊 托克 只有明白了争斗的意义 才能不断变强 教你的话也可以 不过你要考虑清楚 你要为何而战 我想 我想 我想保护东尼亚姐姐 不错的回答 托克 等回到制东 我就开始教你战斗的技巧 以后 东尼亚可就交给你来保护了 怎么样 哥哥就放心吧 不那么任性的时候 托克可真是个好孩子 再离岳的时间也已经够久了 是不是该坐船回去了 托克 可是 可是哥哥 你一直在忙 都没有好好陪托克玩过 托克 你知道哥哥的工作很忙 而且旅行者姐姐 已经带你好好旅行过了吧 他其实只是觉得这样下去 要瞒不住了吧 那 那这样 哥哥帮托克实现一个愿望 托克就乖乖回去 是谁教你这样讨价还价的 好吧 你说说看 我想要参观这里的玩具研究所 难道是千颜君提到过的那个 经常有遗迹守卫冒出来的遗迹 可以哦 毕竟托克为了我千里迢迢来到离岳 这离开前的最后一个愿望 做哥哥的也该拿出相应的诚意才行 就是嘛 这真的没关系吗 带托克去那样的地方 好人姐姐 你们也一起来嘛 这次轮到托克带你们参观了 玩具研究所 其实就是在邻居关附近的那个吧 那么旅行者 你们该不会是要让小孩子失望的那种人吧 兄弟宫师又来了吗 可恶 我们走 就这么做吧 随时可以出发 但愿配合顺利 嗯 好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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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就是这里了 李悦的玩具研究所 到了到了 我已经听到里面机器的声音了 好酷 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 你为什么会知道这里 我之前略有了解 这里应该算是博士的玩具研究所吧 博士是云人众的另一位执行官 平时偶尔有些古道旧东西的癖好 这处遗迹是被他改造了 用来研究遗迹守卫 一技守卫 难道是你们愚人众制造的吗 不 那种怪物和深渊的关系更近些 严格来说也算我们的敌人 我们只是单纯的做研究而已 至于最近为什么会有一技守卫跑出来 大概只是因为他玩腻了 对这里失去兴趣了吧 又是一个性格恶劣的执行官呢 这么说 怪不得你敢带托克来这里 原来是早就做过功课了呀 其实也不算做过功课吧 这座研究所的内部究竟是什么样 我还完全不了解 那 那你难道不在乎弟弟的安危吗 怎么会 不论有什么危险 我都会替他全部接下 哥哥不就是这样的角色吗 而且连托克也能理解战斗的意义 再怎么说 这意义也在我心里沉定了这么多年 哥哥 你们还在聊什么 快带路呀 好 交给我吧 哥哥 好像有人说 独眼小宝是杀人用的机器 怎么会呢 你还小 别把打打杀杀挂在嘴上 我早知道他们是骗子了 独眼小宝是用来打败坏人 保护世界的 是托克最喜欢的玩具 对 有他在 坏人就伤害不了托克 果然没错 我现在就去找独眼小宝玩了 诶 托克 慢一点 门 门关上了 托克会不会遇上危险 那边有另一条路 我们快走 你带着托克弊 organisations 这两下公司的话 可惜一點點 你快點了 應該去拿誰 或者把柠檬瑰 威風 啊 這一個 核心 來 我還是想來 對 太一人能姐讓你 男人 有 過 是 沒有 爼 這是 無 真 有 個 在 蠻 有 有 有 接下来 咦 门开了 是哥哥帮的猫吗 没错 但是托克你先等等 让我确认一下前面是否安全 要是以前没那么惯着他就好了 一记守卫都被吊起来了 要送到哪儿去呢 万一去到托克那里就糟了 先想办法让他停下来 不安了 术锋解忆 来吧 预风而行 拖克,看到面前的大方块了吗?我需要你的帮忙。 诶?拖克能帮得上哥哥的忙了吗? 当然,倒数三二一,我们一起碰他。三、二、一。 踏风! 踏风!要上了! 哟! 呸! 冰贵神速! 哟! 接下来! 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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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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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会合了 托克 你们要哪里受伤吧 受伤 没有啊 托克觉得可好玩了 只有你一个人觉得好玩 我们都快吓死了 前面是 好大的房间 是独眼小宝们的会客厅吗 是啊 很宽阔的场地 不如我们来玩捉迷藏吧 现在吗 可是 哥哥要给你准备一些 呃 惊喜 惊喜 什么惊喜 等会儿托克自己去找吧 不过在这之前 你要乖乖闭上眼睛 转过身去 倒数六十个数 好吧 六十个数好长呀 六十 五十九 五十八 时间不多 要抓紧处理这里的危险了 四十八 四十七 四十六 四十五 是什么东西在碰碰响啊 哥哥 这也是惊喜的一部分 别着急 我真神秘 säga 一次 呼气 噢 请 神秘灵 十六 十二 十 喂 托克 你刚才是不是跳了几个数啊 嘿嘿嘿 居然被发现了 好吧 十五 十四 十三 三 二 一 跑了吗 哥哥 再给我十秒吧 托克 我还没藏好呢 嗯 哥哥又耍了 好吧 那最后十秒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我睁眼了 这里 简直和我的梦里一模一样 是独眼小宝的世界 哇 他真的做到了 把一技守卫当作玩具一样摆弄 可是那样强行发动魔王武装 公子的身体会不会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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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要不是这些独眼小宝长得太大了 好想把他们带回家呀 哎 话说我哥哥呢 哥哥到哪里去了 你们刚才不是在捉迷藏吗 哦 对呀 托克太高兴了把捉迷藏的事都给忘了 那姐姐 我们一起找吧 好在被你们先找到了 带伤发动魔王武装 原来比想象中更费劲些 不然让托克看到我这副提不起劲的样子 可就太难看了 我只是 不会放弃任何一个锻炼自己的机会而已 这就是我达达丽娅不断变强的理由啊 而且 孩童时期的梦是最易碎的东西 哪怕放着不管 也总有一天会自己碎掉 所以 一定要有人来保护才行吧 许下的承诺就该好好遵守 做错了事 就该好好道歉 给予她的梦 就该好好呵护到最后 这才是身为家人 该有的样子 就是这样 莫非 引起你的什么回忆了吗 你这副样子居然还要耍帅 赶紧去看医生吧 不做的提 不过在这之前 有些东西 邀请你转交给托克 诶 这是 独眼小宝的玩偶吗 没错 是很久之前 我专门找铁匠定制的 本想带回直东国送给他 但现在看来 作为旅行的纪念品更好 哇 这样一看 当公子的家人 好像还挺幸福的 还有 我这样不告而别 对托克那边的说辞 也交给你了 你会帮忙的吧 冰川冷 雪原寒 撒谎的舌头全冻烂 令人怀念的拉勾勾童谣 是托克叫你的吧 嗯 拜托你了 哪里都找不到 我哥哥藏在哪儿了 真的吗 哥哥在哪里 所以 所以他急急忙忙的先走了 不是故意丢下托克的 嗯 这样啊 那 那是好事 只可惜 我还想和我哥哥 在这里多玩一会儿的 哇 这是 原来还有这种款式的独眼小宝吗 啊 上面还刻着我的名字呢 是只属于托克的独眼小宝 看样子托克很喜欢呢 嗯 哥哥从来不会让托克伤心 逛了离乐港 见了哥哥 参观了玩具研究所 还收到了纪念礼物 可真是完美的旅行 这下可以回至东了吧 嘿嘿 托克也知道 再任性下去 就要惹大家讨厌了 我们走吧 哪儿 不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是谁啊 我哥哥一直告诉我 不能和陌生人一起走 可是你明明一直跟着我们 那是因为我早就认识好人姐姐呀 我哥哥寄回来的家书里 提到了有关你的事情 东尼亚姐姐读给我听过 所以其实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只是不记得叫什么名字了 看来还不是一般的缘分 没有啊 哥哥他还说 有机会的话想要偶尔放下工作 体验一下你们的旅行 托克少爷 回志东的船差不多该靠岸了 还是尽快起程吧 哦 这么快吗 那么 好人姐姐再见 托克会在家等着你们 以后一定 一定 一定也要来自动旅行啊 那拉钩吧 拉钩拉钩不许变 变了丢它去冰川 冰川冷 血缘寒 撒谎的舌头全冻烂 说好了 嗯 路上小心 托克再见 公子 原来你在啊 刚才为什么不出来啊 非要躲在那里 临别的场面是很重要的 我现在的状态 这么虚弱的模样 要是留在托克的记忆里 可就不好了 虽然不能亲口跟弟弟道别 确实有些可惜 唉 本来应该由我亲自护送他到家里的 虽说有手下跟着 但还是有些追追不安啊 你到底有多冲着他呀 哈哈 但不知为何 把托克交给你们的时候 我都感觉很放心 明明不久之前 我们还 啊 对了 谢礼谢礼 我差点忘了 这次的事 真是多亏你们一直帮忙打圆场 哇 你还算有点良心嘛 还有 别忘记我们的约定 有机会 一定要再好好较量一次 赌上执行官的荣誉 你先养好自己的身体吧 到时候别说我们欺负你 哈哈 下次较量之后 不论输赢 都请你们来我家做客吧 我会把东尼亚和安东也介绍给你们 都是我引以为豪的弟弟妹妹 好吧 就当对线和托克的约定 哈哈 托克也一定很期待再见到你们吧 那就这么定了 我很期待 期待与你们在直冬见面的那一天 下词 就是 有 有 没有 我 都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